有时夜深人静 灯火寂寥 面对自己空空的脑袋 看什么都像猪排饭 无奈我阿玉做猪多年 体重狂飙 What 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不放一滴油 也能铲到隔壁八个大汉的 华诞猪排饭 按自己的饭量准备好猪排 少侠好饭量 这是为了食言 江湖相传 普通的猪排和优秀的猪排之间 只差这么几下 一拍筋肉震散 口感松而不烂 一烟去腥入味 味道鲜香浇美 一剁魂飞筋魄 拒绝再无胶着 事实上猪排也分拍档和不拍档 不拍的猪排口感更厚实 但是拍了的猪排入口更柔嫩 阿玉选择拍猪排 不是因为它暴力 而是因为显得大 猪排需要三件外套 淀粉 蛋液 面包馅 俗称猪排三宝 面包馅可以买现成的 也可以拿自己吃不掉的面包 打碎 放烤箱150度烤10分钟 或者放在平底锅 小火炒到酥脆 但是颜色就没有买得漂亮了 一定是因为没有加色素 绝对不是我炒过火了什么的 猪排裹粉之前一定要腌一下 不然它猪生魔的滋味 挑剔的阿玉觉得这样腌出来的猪排 口感还是有点干啊 所以试着用处理鸡胸肉的湿腌法 搞了一下这个猪排 果然保湿程度大幅提升 看着湿润发光的猪排 阿玉仿佛看到了闪闪发光的硬币 但是她尝了一口 实在是太咸了 油炸的猪排鲜美诱人 在空旷的深夜是对心灵最好的慰藉 但是我的体重不允许 所以这次我用烤的 烤架一定要记得防粘 不然 十分钟不够脆 二十分钟有点老 二百度不给力 二百三活力太猛 每个烤箱都有自己的脾气 还是要调试几次 才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感 听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酥脆度 最喜欢的外酥里 最喜欢的金黄和金银 只可惜 我还没划蛋猪排就吃完了 有了猪排 接下来就简单了 想想体重 不要放油 直接倒酱油 味淋和料酒 把洋葱炒熟 看到它从洁白到透明 再到净宝汤汁 打两个还能看到纹理 不是黄白分理 也不是混了一摊的大理蛋 优雅地进行最后的组装 助手 olive 粉 王 费 权 血 血 血 对你没看错 我不光吃了滑蛋猪排饭 还吃了一点小菜 吃了一点咸菜 喝了一杯飞摘快乐水 但是我没放一滴油呀 所以一定不会胖的 对吗 对吗 拜拜 拜拜